毕竟她是我的嫂子 尽管平时她对我冷淡 但我不能对她即将遭遇的危险 坐视不理 我正想拨通电话 提醒妈妈要调整家里的菜谱 增添绿色蔬菜 削减红肉的购买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 嫂子猛地给了我一个耳光 她瞪着我 语气刻薄 王之初 别以为你能骗得了我 你不就是看爸妈宠握 心生嫉妒 才故意让医生配合你 劝我调整饮食吗 你其实是想让我营养不良 生得不健康的孩子吧 我的脸立刻红肿起来 惊恶地看着她 她怎么会如此愚昧 我这是在关心她的健康 她难道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她的性格就是这样 任何人或是稍不顺从她的意愿 她便会觉得别人在算计她 我了解她在极度重男轻女的环境中长大 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更谈不上什么优质的生活 所以她才会想借着怀孕的机会 把所有未曾享受过的都补偿回来 我与她的成长背景相似 所以我能深刻理解她 如果她不是胎盘前置 我也不会这么坚决地 要她调整饮食 此刻妈妈走了进来 嫂子瞬间收起那副凶狠的面孔 眼眶一红 委屈地说 妈 这出太过分了 现在连肉都不肯让我吃 说完 她竟开始收拾行李 声称要回娘家 那副模样 仿佛我真的对她 做什么食我不舍的事 妈妈哪里舍得让她走 她肚子里怀的 毕竟是妈妈心心念念的孙子 为了留住嫂子 妈妈竟然直接给了我一脚 她甚至没有问一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抄起鸡毛胆子向我挥来 我蜷缩在地板上 忍受着疼痛 内心充满了悔恨 早知道会这样 我刚才就该保持沉默 何苦要扮演什么好人 直到鸡毛胆子被打断了 妈妈才肯罢休 嫂子则站在一旁 脸上露出得意的冷笑 显然对看到我这般狼狈模样 而心满意足 短暂的安静后 妈妈问起嫂子产检的事 嫂子倒也不隐瞒 把医生的话一告知 妈妈才察觉到 可能我受了委屈 不过 她是不会对我道歉的 她正想说让嫂子听从医主 嫂子却不以为然 医院能有什么好人 大都市骗钱的 同时还指着对面邻居的大门 他们家那个矫情的儿媳妇 就是因为听信医生的话 整天躺在床上 这不吃那不吃 生出孩子就知道睡觉 一点也不机灵 她的话真是可笑 刚出生的孩子不睡觉 难道要去考大学 我无奈叹了口气 既如此 那就随她的 反正我已经尽力了 以后 侄子有什么三长两短 别挂我就行 妈妈听了 也觉得嫂子说得很有道理 改变了想法 清清 你说不错 我们那一辈人 哪里有那么多讲究 多少人怀孕还在断火 也不见生出来的孩子会有问题 而且鱼肉是好东西 我们想吃还吃不到 听着妈妈的认同 嫂子不由更加洋洋得意 她沉眸看了我一眼 不屑道 亏你还读到高中 竟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 一声说什么就信什么 还不如妈妈呢 我没有理会她 正要回到房间 清理山口 她却叫住了我 转头跟妈妈说 妈妈 不是我说你 她也太宠之初 都已经十八岁了 还养在家 我十二岁时 就去厂里打工 帮哥哥养的侄子 你说完 她觉得自己很累大 是我这种自私的人 永远比不上的 宠 听见这个字 我比我想象 学费是我寒暑假 做临时工赚来的 生活费是因我平时 大奖小奖获取的 妈妈养我什么 就连我还是幼童时 她都没有养过 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 带到大了 还有侄子关我什么事 凭什么要我去赚钱养她 妈妈等嫂子是一路人 非但不觉得脸红 反而还觉得 说得非常有道理 连连点头称 立即要我收拾行李 拿下打工赚钱 补替家用 但我怎么可能会一 好在 我昨天就拿到录取通知书 现在就算跟他们闹翻了 我也不怕 更何况 我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根本不需要这一家 抱任何一点忙 尽管如此 我还是心平气和 跟妈妈说好话 跟她解释学历不同 以后就业 以及薪资都会不同 一听见以后 我可能会有更高的薪资 妈妈差脸的动摇啊 这个时候 嫂子却说 女子无才便是得 再说她以后要嫁人的 真拥有那么高的工资 还不是得婆家 到头来 比别人做嫁衣了 她真是一个脚屎棍 竟然怎么说都没有用 倒不如今天就把扯破脸皮 反正 这家我也受够了 我呸了一声 说 钱清清 大清已经亡了 你别这套裹小脑的思想 放在我身上 还女子无才便是得 但愿你生的是个儿子 要是生的女儿 你会害死她一辈子 我从没有用过 这么凶的口气 跟她说话 她被又愣住了 等她回神过来 又哭闹着要回娘家 我知道 她这是在威胁我妈 想逼我妈打我 果不其然 妈妈扬起手 又要打在我脸上 但这一次 我躲开了 好啊 王之初 你现在翅膀硬了 敢躲了 我不再唯唯诺诺 大声对她吼道 赵美萍 看待你丢我生命的份上 我忍了你十八年 现在我不想再忍 我告诉你 这一次我只是躲开 下次你再如此 就别怪我会反手 你 敢 怎么不敢 有本事事下 看见我眼底的坚定 她不由后退了一步 可嫂子怎么是一个省油的灯 眼她妈妈处于下风 当场把邻居们叫过来 诉说我是如何大逆不到 连母亲都敢忤逆 人是最喜热闹的 不一会儿 门口就堵满了人 妈妈见状 立即明白 哭着躺在地上打滚 说我打她 既然她都把我 安上不孝地骂名 那我就索性不孝到底 当着邻居们的面 要与她断绝关系 我才不怕闲言碎语 妈妈听我要断绝关系 不可思议看着我 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一向听话的我 骨子里经这么叛逆 嫂子本就烦我在这家中 听见我要断绝关系 正合她的心意 趁此她说挖我一笔钱 明约要补偿 妈妈的声誉之痛 实则是想把钱 收入自己的口袋里 为了能彻底摆脱这个家 我答应给他们二十万 但前提是要等五年后才给的 在邻居的证明之下 我跟妈妈签上了断绝书 我就带着两套衣服 一张生算 以及录取通知书 被赶出家门了 走在门口时 我还听见钱青青 兴高采烈 只换的赵美萍 妈 快把羊肉煮了 让我补补 今天我太高兴了 要敞开胃口大吃 她不符合自己的胃口 她再三分负 一定要多放点辣椒 这样就不会太恼 我知道 她是故意说给我听 想让我难过 可惜 我根本就不在意她的话 现在 我只想看看 照她这种吃法 她肚子里的孩子 还能顺利出生吗 好咧 赵美萍欢快跑进厨房 开始忙碌起来 全然不管我接下来 会在哪里落脚 自然 我也不需要她担心 多年的工作经验 很快就找到一个落脚处 是在一家医院当护工 只要做完暑假 我就可以凑齐学费 原以为我这五年 不会跟原生家庭 有任何关联 没想到在医院的第五天 就碰见他们一家人 我在五米外的拐角处 就听见赵美萍 揪着医生的领子喊道 我儿媳妇能吃能喝 胎儿营养充足 健壮有力 怎么到你这里 孩子就成脑瘫了 肯定是你们这些 非心的医生 从中牟利 把我健康的孙子换掉 医生是一个素质极好的人 都被赵美萍说成耐斑 他却还能耐心地解释 在医生的说辞之下 我总算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钱金金胡吃海喝 导致出血 可他却不以为然 非要拖十个小时才过来 孩子就是因为缺氧太久 才成了脑瘫 此时 爸爸跟哥哥 也从外地赶回来 赵美萍看见他们了 就像看见神仙道来的一样 天游家促说着 这医院如何不正规 并说 钱金金来医院的时候 是好好的 现在一个造成终身不孕 一个造成脑瘫 要么是严重医导事故 要么孩子被他们换了 非要爸爸 跟哥哥向医院索赔金额 讨不说法 我听了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赵美萍真是胡搅蛮缠 钱金金出血十个小时 才去医院 医生能把雷母子 从滚门关抢过来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竟然还好意思 向医院讨赔款 讨说法 爸爸跟哥哥 也是拎不清的人 立即去找院长大闹起来 但这是本来医院就没有错 就算他们怎么闹 都占不了一个理子 他们闹久了 也觉得自讨没趣 等冷静下来 才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为了想看 钱轻轻后悔的模样 我戴上口罩 悄悄走进她的病房里 刚准备打扫卫生 她就醒来了 一听见她儿子是脑瘫 顿时就发疯了 把周围能砸的东西都砸了 哥哥知道她再也生不了孩子 也不惯得她的臭脾气 一把揪住她的头发 钱轻轻 你这个成祸 都出血了 还不去医院 现在孩子都被你害惨了 她用尽全力 全然不管她刚生产完 身体很虚弱 她被揪着身疼 明显害怕了 语气软了一些 我还不是为了孩子好 哪个母亲不希望 自己的孩子足月出生 我闺蜜说了 孩子在妈妈肚子一天 能顶上在保温箱里一个月呢 所以我想 她能在我肚子有一个小时 就有一个小时 她三观灯 童年人不同 能有什么闺蜜 她口中的那个闺蜜 是卖她假胺胎药的微商 各位忍不住甩了 她一个大鼻都 所以你儿子脑瘫了 看得她被打 我的心别提有多舒畅 王之初呢 这时 哥哥突然叫我的名字 我还以为她发现了 吓得汗毛竖起 心都后悔 逃不来看热闹 要不是赵美萍 急着说我没有来 我差点就要应了一声 她嫂子都这样了 她来的都不来看一下 哥哥眉头紧皱 呃 赵美萍支支吾吾 不知道怎么跟哥哥解释 还是钱轻轻抬口 哥哥才知道 我已经与他们盲家 断绝了关系 你们真是蠢 哥哥气得破口大骂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她是舍不夺我 实则是生气 少了一个照顾脑摊的 免费保姆 果不其然 她说 不管如何 就算她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把她揪回来 侄子都什么这样了 她还好意思去读大学 做她的千秋大梦去 神经病 我心中暗骂她 随即悄悄从房间退了出去 又不是我的儿子 凭什么要我去照顾 庆幸的是 在侄子出生之前闹翻了 不然这个脱油瓶 以后就过我受到 为了避免那一家子找上我 我结算忙五天的工资后 连忙离开这座城市 茫茫人海 他们找到我并不容易 多亏他们的不关心 所以他们连我考上 哪所大学都不知道 再加上我提前登学校 打好招呼 老师们也知道我的处境 为了保护我 没有一个人告诉他们 我的所在处 我就这样 黯然过了五年 时间一到 我才主动联系上赵美平 问她卡号 前导完之后 我以为再也不会跟他们 有任何一丝关联 可我没有料到 他们利用我会钱的账户信息 在帽子叔叔的帮助下 掌上我 这一次 只有钱轻轻过来 五年没见 她老了有二十多岁 她瞧住我身后 富力弹簧的建筑物 惊讶到张开的嘴巴 都忘了收回 至初 你现在住在这里呀 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孤唇反闷 怎么了 难道我花钱买的房子 就不能住这里吗 不 当然不是 现在的钱轻轻 已被生活折磨 哪里有以前的那般 自以为是 但人的本性很难逮 眼前的低头 不过是她的伪装而已 她上前 拉着我的手 虚寒了暖 可我只觉得恶心 立即推开她 少在这里跟我套近乎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肉眼可见 她眼中拦起弄火 但她还是强忍了下来 随即哽咽道 之初 嫂子求求你 救救你唯一的侄子吧 我皱着眉头 没有说话 她以为我动容吗 继续说 你侄子脑瘫了 医生说了 只要好好配合治疗 她就能康复 跟正常孩子一样 而且费用不多 就六十万 好大的口气 六十万叫不多 这话骗小孩 小孩都不会信 更何况是我 轻微脑瘫 确实有治愈的几率 但侄子是重部脑瘫 她能治好 除非太阳从西边升起 前倾倾是无知 但绝对不是傻 不可能把钱扔到水坑里 要这六十万 绝对有别的事 我没有戳破它 我首付都是贷款凑的 每个月还要还月工 上哪里拿着六十万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她竟厚颜无耻开口 我大概了解过你这边的房价 随便二百万都有的 减去银行的贷款 省六十万完全没有问题 之前刚刚好够你侄子治疗 要是你还欠别的钱 可以先不要还 不过是争些拉黑而已 听了她的话 简直震惊我的三观 别说我与她没有关系 就算是姑嫂关系 她也不应该提出这个要求 我疑惑抬头看着她 怎么不卖你们自己的房子 你们的房子还没有房贷呢 她见我反驳 不越当 卖了我们的房子 我们住哪 我反问 卖了我的房子 那我住哪 租房不就可以了 哈哈 我被气笑了 骂了一句神经病后 便转身要走 我实在不想再看见她的脸 跟这种人周旋 只会浪费我的时间 就在这时 她重重跪了下来 并在地上用力磕好几个响头 鬼哭狼着 引起许多路人的观看 我猜得没错的话 是想用舆论逼我去犯 真是没皮没脸到极点 她颠倒黑白乱说一通 不知情的路人 对我指指点点 说我铁石心肠 直自身患重病 却不肯施以援手 见路人都偏向自己这边 她露出得意的笑容 随即又装作善解人意的样子 说 至初 我知道这要求有些过分 你不肯给钱也没有事 只要你能帮我照顾你侄子几年 就可以 我跟你哥哥去卖身卖血 也得凑够这六十万 好一招已退为进 这不是逼迫我在六十万 与抚养侄子中选择一个 但不管我选择哪个 对她来说 都是有利无比 照顾脑瘫很心酸 想必钱轻轻是受够了 哈哈 我笑了笑 随手指向人群中 叫声最大的一招母 假如你侄子脑瘫 你哥嫂自己有房子 却要卖你的房子治疗 你要是不愿意 他们则要把侄子 都给你照顾 你会怎么做 是卖了房子给他们钱 还是说免费承担 照顾脑瘫侄子 我的眼神渐渐变得 灵密起来 只要你说 选择其中的一个 我 王之初立即跪在你面前 尊称你为圣母娘娘 圣母吓得不敢吭声 生怕被沾上 所有人见我是硬茬子 不敢再指指点点 板子不打在自己身上 是不知道疼的 只有让他们面临奇境 才能感同身受 眼见这招 道德绑架 对我没有用 嫂子索性站了起来 她露出真面目 对我了一声 什么东西 王之初 你就是一个 没心没肺的女人 怪不得没有人要 我不妨告诉你 我用这六十万 是来干什么 是你哥 现在找到一条 赚钱的路子 这次你不帮忙 等他日发达了 你别想着 跟我们家 有任何关系 就我哥 这种好吃懒做的人 会做什么生意 发什么财 我想 他刚开始不说 是真的怕我哥发财了 我要分一杯吧 使着我软硬不吃 再说 我还巴不得 跟他们家撒清关系 我不间露出 嘲讽的笑容 他不解我的嘲讽 还以为我怕了 再讨好他 不由得意扬扬 趁现在选择 还来得及 只要你能答应 其中每一件 你就还是我们赵家的人 越说越离谱了 我渐渐没有了耐心 看着地上的一个扫把 直接捡起 他在身上 他的脸 瞬间起了好几条血丝 他想反手打我 但赤手空拳的他 如何能打得过我 见此 他留下一句 让我等着 然后愤愤离去 中围的人觉得 没有热闹可桥 分分散去 不过 我清楚 他不会这么轻易 善罢担休 果不其然 次日 赵美萍就过来了 与钱轻轻一样 拿不到钱 就撒破打滚 我实在忍无可忍 把他送到橘子里面喝茶 至此 这一家人总算安静下来 与我想的一样 就勾到那无赖样 怎么可能会赚到钱 不但没有报复 反而惹上一身事 听说 是在想要约儿子 嫂子不能生 便找别的女人 谁知这女人不简单 是某个地头蛇的女朋友 一顿胖坐下来 她的腿断了 现在嫂子跟妈妈 不但要照顾侄子 还要照顾 再也不会站起来的哥哥 我没有去管他们家的事 是认识我的人 总是有意无意透露出来 无动于衷的我 像是在听别人家的事一样 由于我的刻意避开 接下来这几年 他们也找不了我麻烦 就在我三十周岁的这一天 赵美平破天荒 打来一个电话 直出 快回来吧 常常想见你最后一面 她快不行 常常正是我的侄子 我淡淡回复一句 不去 她叫我过去 绝对没好事 她似乎早就知道 我会这么说 冷笑着 不去也可以 我把常常抬进你家 你去替她收尸吧 我了解她 她能说出这话 是真的会做的 可我不明白 我跟王昌昌也没有接触 她为何要见我 既然不得不见 我只能硬着头皮过去 我赶到的时候 王昌昌还剩一口气 十二年来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她 她受骨灵循 像一只狗一样 没有钻研 躺在一张摇摇欲坠的小床 以前的三十两厅房子 早已被割得卖掉 现在他们一家五口 挤在一个只有三十厅方米 大小的出租屋内 王昌昌的房间更是脏 乱 臭 一见我来 她拉着我的手 问我 姑姑 你为什么不救我 好奇怪的一个问题 我笑而笑回复 重度脑瘫是医学界的难题 医生都没有办法 我能怎么救 她需要摇摇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问 你都读那么多年的书 理应知道胎盘前置的危害 为什么不劝那妈妈 看来她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我默默把那张断绝关系书 放在她面前 我怎么不劝 就是因为欠了 我被你奶奶抱打一顿 赶出家门 文言 她早已泪流满面 伤胆许久后 她突然睁大双眼 朝我邪魅一笑 姑姑 你以为你今天还能逃得过吗 然后她看着天花板 像疯子一般咆哮 姑姑 不管是你 还是我爸爸妈妈 爷爷奶你们都活不了多久 全部都要给我陪葬 哈哈 奶 说完 她便永远闭上双眼 她的嘴角带着诡异的微笑 那种诡异 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反应过来后 我第一时间是要出去 但外面的门早已被锁上 爸妈歌嫂也不见影子 我紧张的心都 跳到嗓子眼了 这时 一个行为疯疯癫癫癫的男人 不知从哪个脚握帽了出来 冲到我身边 就把我抱住 我想挣脱 奈何着男人的力气 实在太大了 救命 我大声呼叫着 但门口 却传来哥哥那阴森森的声音 你叫破喉咙也没有用 这地方脏万差 除了我们 哪里还有别人入住 眼看着 男人要对我下手 突然警车声响起 一群帽子叔叔破门而入 见到他们到来后 我退去惊慌失措的模样 缓缓走到他们身后 嘴角露出不亦察觉的微笑 门口的爸妈哥嫂 已被帽子叔叔扣住了 哥哥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会 帽子叔叔怎么来 我若无其事 附在他耳旁 当然是我叫来的 咪 哥哥瞪大眼睛看着我 他万万没有想到 我还有这一手 我太了解他们一家的脾性 自私 冷漠 贪婪 盲昌昌是一个拖累 他们巴不得他早日离去 怎么会突然那么好心 却尊重他的医院 事出反常必有妖 所以在我踏进 赵家门前的一刻 跟一个好友发信息 倘若我半个小时 没有跟他报平安 就必须要报警 果不其然 这一家没心没肺的东西 还是要对我下手 要不是我事先留一手 只怕会凶多吉少 从帽子叔叔那里了解真相后 我真是欲哭无泪 原来他们瞧着我这里 索取不了任何东西 不要把我送给一个疯子 当老婆 疯子是前亲亲娘家的远房亲戚 听说他家给了我 爸妈六十万的高价 我不是傻子 他们知道明说 我不会同意 所以利用王昌昌的事 把我哄骗过来 来个先上车后补票 帽子叔叔听了他们的言论 气得浑身颤抖 而他们却不以为意 尤其是我妈 还说他养我这么大 婚事由父母做主 最正常不过 帽子叔叔无言以对 他们是道德沦陷 但我也没有受到实际的伤害 所以最后的处理方式 把他们一家刮了一个月 但想要不被他们纠缠 是不可能的 一个月后 赵美萍找上了我 这一次 他竟对我道歉 知出是妈不好 妈不该做出这个蠢事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甩胎他的手 眼神充满了鄙夷与厌恶 试问天下所有母亲 有谁会舍得 让自己的正常女儿 嫁给一个疯子 也只有她会这么绝情 如今倒好 还想要我原谅 要是她真的知道错了 我倒也不会这般比 但她是怀有私心 先带哥的残疾 爸妈年纪健大 收入大不如从前 嫂子是一个好吃的人 妈妈从来没有上我班 而我事业有为 年纪轻轻 就成为高管 她向我求好 无非是想拿我的血 再去滋养他们一家人 厚颜无耻 不好 我单单从嘴里挤出这两个字 赵美平没有耐心 当即破访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小贱人 我养你长大 如今只是做错一件小事 你却不依不牢 早知道我就不生你了 我垂眸 冰冷看着她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 我倒是希望你不要生下我 投胎到你家 绝对是我上辈子罪孽深重 你 你什么你 再也不走 休怪我让你去局里 再喝一月的茶 见我这里得不到好处 赵美平不再久留 对我拍了一声 愤怒离去 只是事情哪里有那么简单 赵美平碰得一鼻子灰 并不代表钱轻轻会放弃 第二天 她就带着一群主播 律师找上我 她说自己生活有多么不容易 同后公婆 照顾残疾的老公 而我作为一个小姑子 却没有任何座位 好在 一个月前的事 脑子叔叔那里还有记录 我把时间爆发出来 有不少人站到我这边的 只是父母到底是 身为我生命的人 我可以不管歌嫂 但不能不管他们 哪怕有了那一张断绝关系书 也是无效 后来在压力的舆论下 我被迫每个月 支出两千元的晒养费 两千元对我来说 是有能力给的 但我真的不想理他们 只是有些事情 真的挺无奈 那一天 我看得妈妈脸上露出 得逞的笑容 他们就像马皇一样 无时无刻想吸我的血 我想怎么甩都甩不掉 原以为 我会被他们纠缠一辈子 没想到 几天后 得来他们一家一夜之间 都死亡的消息 帽子叔叔第一时间就找上我 只因我跟他们争执过 存在嫌疑 解释是没有用 我只能配合着帽子叔叔 一步一步查问 一连翻论下来 帽子叔叔发现 我并没有作案的机会 现在到处都是监控 我每天两点一线 连忙家的门都没有踏进去过 查到这里 我本来可以一走了之 但法医发现新证据 我不得不再留下来 他们是中毒而亡的 有毒动物质是 一个月前的冰冻羊肉 而我刚好一个月前去过王家 正是那日发生的事 让人巧合的是 去王家前的一天 我还去过一间庄稼医院 只是庄稼医院里面没有监控 无法证明我买了什么农药 而时间有那么久 每天人来人忙 老板根本就不记得 我说是自己种了一些草莓 虫子太多 才去买的 但明显没有用 因为没有人证明 我是不是真的 把药放在草莓这里 嫌疑又只向我这边来了 我真的有口难言 就在这时 我的好友小林走了进来 她是一名环保志愿者 那天我正是为了 参加她的环保活动 才会路过王家 她知道我那天的行踪 也知道我绝对没有作案时间 我可以证明 之初那天一直和我在一起 参加环保活动 小林坚定地说道 帽子叔叔看向她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小林连忙拿出手机 展示了我们当天 参加活动的照片和视频 那些影像资料 清楚地显示了 我和小林在一起的时间线和行踪 帽子叔叔认真地查看了 所有的资料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看向我道 王之初 你现在可以离开了 但如果有需要 我们随时会再联系你 我心中松了一口气 感激地看向小林 她对我微微一笑 示意我没事 避开警局后 我突然意识到 虽然这次我摆脱了嫌疑 但真正的凶手 仍然逍遥法外 我决定要找出真相 为家人讨回公道 我开始调查那批有毒的羊肉 通过追溯供应链 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点 所有这些羊肉 都来自同一家供应商 我深入调查这家供应商 发现他们存在严重的卫生问题 和违规行为 而更让我震惊的是 他们的负责人 竟然和钱青青 有某种秘密联系 原来 钱青青为了摆脱我 竟然和供应商勾结 想要在羊肉中下毒 然后栽赃给我 只是他没想到 这毒羊肉竟然会害死了 他自己的家人 我将这些证据 交给了帽子叔叔 他们迅速行动 逮捕了供应商 和钱青青的公犯 经过审讯 他们对自己的罪行 共认不讳 钱青青虽然已死 但他的罪行被公之于众 也让人们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我为家人讨回了公道 也为自己的清白 中了名 然而 这场家庭纷争 给我带来了 深深的伤痛 我决定离开这城市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重新开始 在离开之前 我来到了家人的墓前 我看的那些 曾经熟悉的面孔 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我不知道 该如何形容自己的感受 只知道这一刻 我真重地放下了 所有的怨恨和仇恨 我跪在墓前 默默地祈祷 他们在另一个世界 能够得到安宁 然后 我站起身来 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这个 充满伤痛的城市 我来到了一个海滨小镇 这里风景如画 民风淳土 让我感受到了 久违的宁静和安详 也在这里 结识了新的朋友和恋人 我逐渐走出了过去的阴影 开始享受新的生活 虽然有时候想起过去 还是会有些心痛 但我知道 自己已经放下了 那些沉重的包袱 在新的生活中 我学会了珍惜当下 享受生活的美好 也更加懂得 关爱和尊重身边的人 过去那些伤痛的经历 也让我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成熟 在这个小镇上 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和幸福 也期待着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而在城市的另一头 那起震惊社会的毒羊肉案件 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人们开始反思食品安全问题 以及家庭关系的复杂性 这起案件 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考验 更是对整个社会的警醒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逐渐大漫我城市的喧嚣和纷争 小镇的明镜和美丽 让我心晃神移 我在这里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也收获了真挚的爱情 回望过去 我感慨万分 那段艰难的经历 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也让我学会了 勇敢面对未来的挑战 虽然家人已经离去 但他们在我心中 永远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每当夜幕降临 我会站在海边仰望星空 那些闪烁的星光 仿佛在诉说着家人的故事 我知道 他们在天之灵 会为我感到骄傲和欣慰 现在的我 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影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会继续努力前行 为自己和家人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想说